一个有关医药的问题 您知道18岁以下的病人都应该看小儿科吗 根据调查 其实8成以上的家长都不了解 而今天有医生解释 因为儿童跟青少年有一些特殊的疾病 如果看错科别 可能会被误诊为一般感冒 错过了治疗的黄金时机 所以不只是幼儿 只要是年纪不满18岁 生病最好先看小儿科 感冒了流鼻水已经到了国高中生的年纪 如果要看病 到底应该要挂哪一科呢 那一科啊 看耳鼻喉科不知道 那耳鼻喉科吧 其实只要年纪不满18岁 最好要看小儿科 但儿科医学会调查发现 有近六成的父母在孩子生病时 不确定要看哪一科 8成3也不知道18岁以下要看儿科 已经找到了青少年 为什么要看儿科呢 医生说因为18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 疾病发病的症状跟治疗方式 和成年人有所不同也有差异 如果挂错号看错科别 有的时候可能会因此误诊 延误黄金的治疗时间 额科医学会就是做了一些问卷调查 调查额科医师 认为说哪些疾病在其他科别的医师 是比较不熟悉的 那我们选出来的前三名 就有包括穿奇病 那个残病毒重症 跟心肌炎等等这些 那这些为什么容易被误判呢 就是说他一开始的症状 不是很典型 可能会认为是其他的感染症 或者是感冒这些 另外对于表达能力不清楚 比较年幼的孩子 现在额科医学会也推出额科的就医卡 希望能够尽快找出病因对症下药 观察他的体温 有没有腹泻的状况 那这些都是要一天 要分很多次来观察 另外我们也希望 父母亲随时都要注意小孩子 有没有流鼻水 咳嗽 头痛 肚子痛 繁躁 不安 活动力变差 呼吸急速 这些重要的症状 都要记录起来 额科就医卡在额科医学会的官网上 都可以免费下载 各医院和诊所 额科医师也都有提供 加上也可以主动向医生索取 记者黄千秋不才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